最近又哥啊 我就在想 還有哪些角色 他很適合出 很多把王者 或是很多本的律書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好不好 提供一些想法跟意見 那今天的影片呢 我將會帶來一個 一拳奏爆的角色 你們猜到是誰了嗎 來猜一下猜一下 順便留言一下 答案就是 司科德 什麼 你說你忘記他是誰了喔 他就是司科德啦 那我就想說他有二技能 垂下去 如果出了好多把的王者之劍 應該效果會很帥吧 當然要找魔龍來測試囉 現在出了一把 破陣 鞋子 還有四把的王者 一拳直接揍下去 傷害差不多在5000左右喔 接下來測試英雄的部分 他滿等滿裝喔 一個軟皮角 揍下去 這傷害我就不計算了啦 好像有6500左右吧 接下來要跟大家說一聲 司里巴西 對不起 因為我這場司科德 是玩了6場 才選出一場比較好的 我們給你看一下戰績 6場裡面輸了3場啦 所以就多多包含劍量囉 哈嘍大家好 我是有個暗優格 這場是司科德在排位場的實戰解說 那我們這場的排位呢 介於在B排左右喔 所以呢 絕對不會有雷隊友的情況發生 雖然這場在前面有講過 是6場才選中了1場 可是呢 輸了那3場 我也是拿到了敗方MVP 甚至還把對方已經殺到爛掉 只是隊友上面的差異 你懂的 如果你有這種經驗就是 當你打爆對方 結果你的隊友 要嘛就掛機 要嘛就是雷到爆炸的話 歡迎在影片底下 點一個大大喜歡喔 希望這部影片 我們可以 募集到888個讚 好不好 感謝各位啦 在一開始兩等 就遇到了奎倫的Gank 這時候被Gank玩之後 我就點一下小地圖說 欸 去反對面的藍啊 人家打野在我這 結果我的隊友完全不為所動喔 因為對方的奎倫在我這 等於說他們藍區 沒人守啊 可是怎麼沒人要去反野呢 那這邊注意到 我靠這個蠻魚 特別特別的痛 我這場戴上的是 萬鈞聖雷 最重要的就是 在前期打消耗戰的時候 只要 我的拳頭 集到了五層 一技能往前 吹一下就走 吹一下就走 那個蠻魚是很難跟我兌現的 吹一下 有沒有 夠痛了吧 吹一下呢 大概會有1000左右的傷害喔 這蠻魚一技能在CD 掰掰 成功的拿到了 手殺 雖然我們這場裝備呢 非常奇葩 非常快樂 非常的搞笑 非常的惡搞 但是我們該有的一些觀念呢 我還是要講 像剛剛一開始 其實隊友是可以去換一個藍區的 我不知道你們對於斯科德認識了多少 我記得斯科德一剛出的時候 真的就是一拳揍爆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新加入的新手 你是不是真的很少看到人家去玩斯科德呀 當然是有啦 只不過 真的非常的少數喔 我這邊遇到了蠻魚 其實蠻魚這個版本 應該說不弱勢喔 他還蠻強勢的 重點在於說你的傷害 絕對要比蠻魚更高 不然你一直打他 他的血會一直吸回來啦 這邊我們清完兵線之後 來到對方的紅區 看看視野 結果就看到了 殘血的 凱格魯士 這個欠我尻爆吧 我們叫一個瞬移之後 兩拳的普攻 成功的擊殺 來支援是一隻阿萊斯特喔 我們先拿掉一隻小野 算被綁了 可是他沒有隊友可以幫忙他 補一點傷害喔 這周我來看到上路 又是一隻 凱格魯士 凱格魯士他在前期的強度呢 並沒有你們想像中那麼的強 對你要趁前期打爆他 不然後期肥起來之後 你真的很難打爆他喔 這邊透過一個二技能 我們二技能垂下去呢 是一個圓形的360度的範圍傷害喔 並不是往前的傷害而已 是360度 就是範圍傷害啦 我覺得還不錯用 我們剛剛有打錯一隻鰻魚 所以呢就來 稍微的靠一下這個防禦塔 然後在這邊呢 麻煩拜託大家 如果今天你手上有 IG這個軟體的話 可以追隨一下我的IG 不然每次 那個翠翠都在嘲笑我 說我的IG追隨人數 追蹤龍龍師比他還少 每天都在嘲笑我 麻煩大家 追隨一下我的IG吧 那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也趕緊訂閱一個吧 這邊成功拆掉對方的上塔喔 非常的不賴 這時候 對方的井怎麼會跑到上路咧 讓我非常的錯愕喔 還有看到一隻奎倫 我打算去搶這個紅buff 算總的時機 往前一個卡喔 嗚 敲這個 超級無敵 爆炸痛的啦 這就在於 進場時機特別重要 這隊友發了一個進攻喔 所以我們就持續的打下去 收掉一個井之後 我們就馬上逃跑吧 那就是看情況 如果有可以再進場的話 應該是沒有了 沒辦法再進場囉 就是稍微收個野區啊 兵線之類的 有時候我常常在說 凱撒路也是可以幫隊友拿到很多很多的優勢 不然大家的觀念永遠都死了 就是凱撒路就是 單機就好 欸 大家的事情都不干他的事 我跟你講 錯了 凱撒路也是可以去 Gank啊 入野區啊 拿到各種優勢 只是就看你 懂不懂完了 希望大家如果 你現在影片看到6分鐘喔 你應該有 蠻多的知識的啊 雖然我知道很多的那個影片喔 就永遠都只看兩分鐘 我不懂他到底看了什麼 是不是只看了我的出裝 我身心感到非常的懷疑 這邊看到一隻 小章魚 對方有兩隻魚喔 一個叫做鰻魚 一個叫做章魚喔 剛好可以組成一個 鰻魚章魚燒 一定超級好吃的啦 說到章魚燒 我真的覺得日本的章魚燒 超級無敵軟的 不像台灣的 可能 外面會有一個恰恰 或是比較紮實的口感 就整個口感 不一樣就對了啦 那看到下路 上路的話就是交給打者去補了喔 下路是有拿到東西的唷 稍微在這邊 蹲草 二技能開起來 吹掉去 一隻能加瞬移喔 直接尻爆這個幾 一技能 OK的 成功收頭 太漂亮了 這一波 我覺得重點在於你的一技能 要打得到目標 就是像我剛剛加一個瞬移 就是讓對方的射手 出其不易 好不好 出其至勝 我蠻想要這個紅的 這時候就是在農啦 因為要出這麼多法的王者喔 這遊戲時間 肯定不是那種 10分鐘15分鐘 就能結束的 肯定要打個20分鐘啦 我才甘願 那邊掏一下 僅剩下 欸 欸 微技能都還沒用欸 對啊 這個 斯科德好像有點被我 斯科德現在 應該是 T2類型的角色 甚至到T3 但是這次場已經被我完成 T0之0的角色了喔 我們直接從後排做進展 靠一下 喔 大招收掉了 克萊斯 交一個收影子喔 因為我看到有奎倫 所以我們就直接往後撤退了 我真的覺得 我已經把他玩成T0之0的角色了 就是 沒有之1好不好 他就是 之0 絕對沒有之1 看到半血的 克萊斯 那個鰻魚 他完全不敢跟我打 我這場唯一害怕的是 阿萊斯特 他的大招 只要有一個進場 失誤 我被綁起來 我就拜拜了喔 哈哈 這個凱格路斯 他被我騙了 我剛剛上路兵線是 故意不清的 就是想說 那凱格路斯 等一下 一定會 跑到很盛的地方 去清理兵線 他就 傻死了啦 嘿啊 你知道在高端局啊 兵線故意不清 其實是一個 智慧 智慧的運用 就是賭對方一定會 來到很深的地方 清理兵線 這邊 準備好囉 一技能加瞬移 靠一下 哇超痛的耶 那我就直接拉掉 因為我怕被阿萊斯特綁住 再看一個 直接往前 重點是靠那個阿萊斯特 還有一個大招 彈到 就是把對方的後排 就是做一個 阻斷的作用 好讓隊友去 傷害 會擊到 就是 集火在一個目標上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們這個凱撒路 不再只是 抓後排很重要 智慧真的很重要 下路似乎可以推喔 二技能吹下去 這邊跟大家講個 冷知識喔 就是 大家的普攻啊 或者是 技能傷害 對塔 最高就是 1000點的傷害 但是 斯科德的二技能 唯獨是可以2000傷害的 因為他二技能 最高是 算倍數的 而不算傷害的 所以兩倍就是2000 好這邊被艾斯特綁住 我最怕這個情形啦 就直接拉掉 而且我們中路也沒有兵線了 凱克路是因為有出一些物防的裝備喔 所以靠他的傷害就 好像只有大概2000左右 撐的時候把上塔直接推掉 欸我覺得這場的高地 幾乎都有在推 下路我推的 上路也我推的 那這時候 中路的高地 我要要去推了 三路的塔都是我推的 我是推塔小王子 這時候我們已經出了 三把的王者之劍囉 準備 預購 第四把 但是好像遊戲要結束了 知道 其實前面好幾場啊 我的戰績其實都還不錯 但是為什麼我不拍成影片 因為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輸了 輸了真的看頭性真的很少 很多人說 輸了看頭性絕對比較高 放屁啦 沒有那種殺人的快感 怎麼大家怎麼可能會喜歡看 再來第二個原因是 前面幾場可能 王者之劍才出兩把 就達不到的目的 至少要三把以上 那這場就是 斯科德的實戰結束了 不要忘記幫影片點個大大喜歡 我是Yogo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